新城广场位于义乌江东街道的南山路上 小江姑娘买下的房子在八楼 门口没有挂房号 而她请人装修的那套房子在隔壁 门口挂着一个房号 其中最后一位是英文字母A 说起自己的购房经历 小江觉得很郁闷 去年十月经过中介带看 她就看中了八楼这套门口有房号的二手房 阳台面积有五六个平方 门牌上面写的是A 然后中介告诉我也是A 房东也说那个是A 你最看中哪一点 当时我是喜欢那个大阳台 买卖协议显示 小江购买的这套房号中 有A的房子建筑面积62.44平方 成交价133万 另一份不动产权证书上 具体房号和房产买卖协议中的房号是一样的 房子产权是70年 记者注意到 这本不动产权证书上 没有附带纸张的房屋平面图 要扫描一个二维码才能查询 小江表示当时自己没有留意这个细节 我是过完户以后 拖了一个月才开始装修 大概装修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 发现问题了 那个物业告诉我 他说你这个房号是错的 那么真正的八七几A是哪套房子呢 是这一套 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地方呢 阳台 因为这个是个小阳台 大概比阳台 隔壁阳台少多少 隔壁阳台少个三个平 当初中介带看的房子 竟然不是最后购买到的房子 小江觉得这个乌龙闹大了 他赶紧给房产中介和卖家打电话 物业公司也确认 隔壁这套房子的房号挂错了 那个带A的房号 应该挂在小江购买的这套房子门口 这两套房子原本属于一个房东 记者在八楼转了转 多数房子门口的房号都带有A或者B 但小江说 他看房时没注意到 中介说房东 我的上一任房东也不是第一任房东 在他之前还有前面还有房东 当时是可能是也是AB一起买的 然后当时可能把中间打通了 做成一套使用的 把这个门给封掉了 封掉以后就用了B的那个门 但是可能他不喜欢B的那个门牌号 所以把A的门牌号移到B上面去了 他把它合并成一套 门牌号给动了 对了嘛 他们转手了很多次 要变动这样的门牌号 要不要跟你们登记 他是这个是没关系 他是自己是一套带 小江说他还是喜欢 隔壁那套带大阳台的房子 希望和卖家协商一下 我这一套过后还给他 然后他那一套再还给我 那么中间会不会产生税费的问题 会相差 像你这套房子如果过付给他的话 会产生多少税费 因为现在这一套不满两年了嘛 去年十月份刚过掉的嘛 然后不满两年 据中介说可能要五六万 那么这笔税费中介跟房东是什么 不愿意承担 然后包括我那个 他要过给我还有一万多的税 小江说卖家是向先生 当初双方交易的时候 是向先生的儿子和他谈的 然后说这个门牌号搞错了是吧 找到义乌丹西路这家华都房产门店 玻璃门已经上锁了 按照门店招牌上的联系方式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一位黄总 他说自己在外面搭客户看房 两套房子挂错房号这件事 他们和房东事前都不知情 黄总在电话中提出两个解决方案 一是维持现状 再给小江一笔补偿 二是帮小江把现在这套房子卖掉 卖家再把隔壁那套房子过户给小江 买翻的总结费跟卖翻的总结费 我们收到总共多少收到两万多 反正说愿意出个八千到一万 这样加起来的话 有个三万多块三万六左右 愿意推给这个买家就补偿他嘛 所以说起来两套房子其实差不多 就是阳台区别嘛 我肯定不接受呀 因为本身那个小阳台 它卖价跟大阳台是卖价是不一样的 可能中间也有个三五万的差距 然后我现在装修已经投入进去两万块钱了 这个损失它也没有说补偿给我 我们还提了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他那套房子卖掉的情况下 然后让这个小姑娘来过给这个买家 然后这个阳房东嘛 再把他那套名下的过给这个小姑娘 这样就互换一下 然后卖掉那套的税费嘛 只要那个新买来的这个人承担呢 然后这个小姑娘不愿意等 希望当时起报能签个书面协议 说你们这不同意 反都不反都不同意 这个方案我同意啊 但是我让他给我签个合同协议 写一个你到什么时候为止 大概什么时候 如果你一年两年都卖不掉这个房子 那我一直都拖在这里 我也住不进去啊 记者希望再听一听向先生儿子的说法 对此黄总短信回复说 那边说人在外地不方便接电话 对于这场挂错房号引发的购房纠纷 律师认为买家小江没有过错 要把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 您的前讯 您可以颊护家 enterprises